今天這麼努力跑 因為他明天還有個人515 我有點完蛋 你知道我跑到18公里腳開始抽筋 我就覺得哇剎賽 我明天不知道怎麼辦 有沒有看到我現在這身衣服 沒錯 今天已經完成113的挑戰 我跑了半層馬拉松 大概距離多了一點點 然後也完成了21.75公里的半層馬拉松 我今天大概跑了1小時47分 好啦不是很重要 重點是明天有一場515 所以我們就去報道吧 Let's go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终于在一阵困难之后把这个超紧防安衣穿上了 没错我们现在人在Challenge Taiwan 也是今年2020的台湾站 然后我们准备要来参加的是515的赛事 而且昨天啊其实我已经跑完一场半买 就是113的接力赛 但没关系啊今天就尽力就好 所以已经穿好防安衣等下准备下水游泳 然后待会我们目标距离啊 自由游泳要游1.5公里 接下来脚踏车要骑40公里 最后跑步要完成10公里的赛程 那我这次的目标呢 就是挑战上一次的记录 我上次是2小时50分 希望这次可以持平 或者是快一点点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因为现在脚真的很疲劳 好啦出发 咱们的皮肤 这次要看来脚踏车要骑 第二次的目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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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上來了 我記得這個時候真的是很崩潰 因為在剛上按的時候其實頭超暈的 因為游了很久的時間 我的首按成績是40分28秒 所以我游了40分鐘 然後路線看起來是一直左右偏移 這時候其實超尷尬 因為我找了超久才找到我的這一條袋子 然後袋子竟然已經從上面掉下來 所以我這邊撈了半天都沒撈到 真的是有夠丟臉 然後在出發帶往轉換區的這個路上啊 其實在這邊真的是超多觀眾加油 這邊真的是上來的感覺超好 但是因為我一直在想辦法 要先把防寒衣脫半身 想說等一下在進轉換區的時候 速度會稍微快一點 所以前面的時間我就稍微跑得比較慢 當然在這邊終於把它脫掉 因為其實袖子蠻難脫的 上面還卡了我的手錶還有我的手環 那都要先把它拆下來才有辦法從這個 防寒衣上面脫掉 那後來我就開始想辦法 在這一段的配速上啊 要跑到大概五分數左右 因為我前面的游泳時間實在是花太長了 所以我在這一段的時間 就要想辦法從我的轉換區去彌補 因為我的前一天的經驗 其實前一天在113的賽事當中 大家在這個轉換區大概都花了要有十幾分鐘左右 那因為這段路程大概是750公尺 所以它真的有點長 那在已經拖完準備要進轉換區之後 接下來這一段就是想辦法維持一個比較 速度快的狀態來進到轉換區 那這個時候其實我也有特地在這些路段當中 做一點點小小的呼吸調整的休息 因為其實在剛上岸之後 很怕的是我的肌群上面的轉換不適應 然後會有一些抽筋的現象 那這邊就是講到我的成績 大概是游了40分鐘左右 真的有點慢 所以要想辦法用等一下的腳踏車跟跑步追回來 那這邊真的就是已經開始覺得腳啊 有點快抽筋的感受 所以在跑之上也稍微做休息 然後呼吸也特別去放慢 想辦法讓肌肉稍微可以有一些休息的這些準備 那在這一段的地方 我就一直想著要趕快追速度 所以我其實在後面這一段的路程當中 跑得我自己覺得算蠻快的 因為速度大概都有跑到可能是4分半左右的時間 在這一段的配速 甚至到就是3分多這樣 因為這邊大家真的是成步兵的狀態 是因為游泳完1500真的是很疲勞 但是我真的要想辦法在這一段多追一點 不然我的後面成績可能就沒有辦法拉太多 因為不想再轉換去浪費太多時間 游泳真的超累 因為我在跑的這一段的時候 一直在回想我剛剛游泳的路程當中 其實我去程是一直在游左右左右前進 所以前面其實有點浪費時間 因為有點多游了很多拉 那回程之後我就想辦法到火水湖的另外一側 去靠在岸邊然後看著階梯游 因為這樣就比較不會有歪掉的情況產生 那最後這邊終於跑了一段距離之後要進會場 那進會場這邊其實我覺得感覺蠻好 因為很多人加油 喔對了踩到草皮這段腳真的超痛 因為就是刺腳嘛 所以你跑在草皮上 其實我真的超怕踩到會刺到腳的東西 所以跑的蠻小心的 那這邊才是終於過晶片計時的時間 所以如果是看到大會的那個獎狀上面 其實在晶片成績來講 前面那一段都屬於游泳路段 從現在這邊開始才屬於進入到T1的部分 那這邊其實還蠻容易 就是找不到自己的分區 因為跑上來的時候其實真的有點頭昏腦脹 然後在草皮上又很怕腳踩到東西 所以其實要一直注意的事情很多 那還好我有看到就是我在那一排跟我同一組的同學 他們已經比我還早上岸 所以我看到他就趕快往這個方向前進這樣 那這邊其實也蠻驚險的 因為大家的車有的都丟在路邊 其實這個是蠻不好的 最好是要出發再把車牽下來 那沒想到其實攝影師竟然還有跟上 他真的是蠻強的 然後我們就繼續玩我的車子前進 然後到這邊其實也是最崩潰的開始 因為我的防寒衣的褲子 手已經沒力的狀態 真的是拖不太下來 拖了半天然後一直卡在腳踝 但我覺得也是我自己的技術不夠純熟 所以一直沒辦法把防寒衣脫掉這件事情做得很快 那這邊其實防寒衣脫的時間 我記得就花了大概有快要接近一分鐘 才整個把我的腳脫下來 因為真的是手超級沒力 搞了半天我的褲子終於一腳脫掉 只剩一腳 最後花了一分多鐘才把它拆下來 那這台已經雖然有撿褲管 但我真的還是技術不純熟 所以花了蠻多時間的 那這個時候其實我就在做一個擦拭的動作 因為等一下我要先把 騎腳踏車的時候會穿著襪子啊 還有一些裝備先穿上 所以腳必須先擦乾 所以這個時候是也比較花時間的時候 因為其實職業選手在這邊不一定會穿襪子 他們可能就會刺腳 直接推著鞋就出發 那也是因為我比較嫩的部分 我比較菜 所以就是還想說 穿著襪子腳比較不容易磨受傷這樣 所以我還是有把腳擦乾 然後穿完襪子 才準備要著安全帽 然後出發 所以這邊也花了一點時間 那應該有看我腳上的積貼 其實因為我前一天啊 我就已經參加了一場E3的接力 所以已經跑過一場半嘛 所以膝蓋比較疲勞的狀態 想說貼一下肌貼 可以稍微幫我的肌肉做支撐 那這邊的部分也是把麥克風別好 然後就準備出發 然後腳踏車鞋 卡鞋先穿好 因為我還沒有學會那個 跳上車再穿鞋這個技能 所以我還是先把卡鞋在轉換區做穿著的動作 然後才準備吃這個轉換區的補給 然後再出發 所以這邊是在轉換區吃果膠 然後吃完果膠記得要就是配一下水 因為其實遊玩40分鐘身體是覺得有點餓的狀態 那車上其實還有背兩條果膠啦 所以就是先稍微吃一下垃圾不用帶在身上的狀態 那在出發我覺得會比較合適 那接下來就是號碼布 記得要扣上 因為你在騎車的時候 他其實是認手上的號碼 但是有時候怕不清楚 所以我覺得號碼布在這邊就已經先別了 其實有些人號碼帶可能會在跑步的時候才別上去 但我覺得為了節省時間 所以我們在腳踏車的時候就先把它裝上 那接下來就是配戴安全帽 那安全帽的部分大家就是記得要戴好位子 不要太高 然後切齊你的眉毛 最後後面要記得轉景 喔對了這邊超冷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那天天氣也大概是20度到19度左右 所以上按的時候其實有點冷 那好了之後就準備出發 但出發其實對我來講還有很多要檢查 就是包括我的前面相機後面相機 喔對了我忘記別晶片了 所以這時候又停下來一次 然後別玩晶片之後才出發 還好有看到不然我的成績可能就沒有了 那接下來就檢查後面相機前面相機 車表按了之後就趕快衝出去 那這一段其實也是跑得蠻驚險 因為卡鞋其實前幾天都有下雨 踩在這個有點就是軟爛的草地上 其實很怕卡鞋卡了很多土 但是我還是想辦法趕快就是用跑步的時間 把這個轉換的時間縮短一點 所以這一段最後也花了我大概是接近8分鐘的時間 那終於可以從腳踏車這一段路線出發 那終於可以從腳踏車這一段路線出發 這邊這邊上車直接上車 鞋子剛好 卡鞋剛好 好 了解 好 了解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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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桃圾 1 斗地路線 3,32 perpetual centre 2 車離 pray 2 路線 1,5 車離,3 跟客戶 4,2 車離 1,5 철ographic 2,5�ctoral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刚游泳上来之后 有点爆炸,现在脚超酸的 大腿快抽快抽的感觉 游泳有点硬,昨天的伴马还有点影响 脚很酸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10k 第10公里 18分17秒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还有30k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苖盛 李宗盛 孤盛 這段下車之後我就想著我要趕快追成績 因為腳踏車路段其實有比原本預設40公里再多了1公里多 所以我就很想要趕快衝 沒想到我這邊衝過頭跑錯個轉換區 所以我車子就在空中被我轉了360度趕快把他拉回來 那到腳踏車的轉換之後 因為這邊其實我剛剛騎的距離是有大概多1公里 所以我就想辦法要趕快把時間縮回來 那這邊我就想著我要趕快把鞋脫掉換跑鞋 然後安全帽也準備要脫掉 那跑鞋這段其實也比較花時間 因為我沒有準備像那種捲捲的鞋帶 所以沒辦法快速穿脫還需要綁 但對我來講我覺得要準備充足再出發 對於等一下路跑當中比較不會有影響 所以這邊我就花了一下時間在綁鞋帶 那這個時候其實我花的時間 大概腳踏車是騎乘77分鐘左右 那77分鐘當中包含了就是大約是41公里的里程 所以以40公里來講其實 喔沒有我看了一下成績是42公里 所以我多騎了2公里以77分鐘來講 對我來講是可以接收 有比上一次還快這樣 那這邊就是穿完布鞋 然後再做最後的準備準備換到路跑的項目 那也是讓我的腳稍微緩和休息一下 因為其實剛剛在腳踏車的路段當中 去城其實是非常逆風的 所以騎乘上不能跟車的情況是有點辛苦 那接下來就是安全帽脫掉 然後準備換帽子 那出發到最後一項的路跑 那我覺得這邊帶帽子蠻重要的 除了就是因為 跑到這邊的時候已經是接近天氣大概10點11點左右 所以其實天氣越來越熱 那重點是在遊玩泳騎玩腳踏車頭髮是很醜的狀態 這樣去參賽其實不太好看 那補給品拿好之後 就直接衝刺出發啦 接下來我們就往最後一個路段 也就是10公里的路段賽程當中前進 那這邊其實剛出發的時候 我一直想辦法再調整我的腳的肌群 因為剛出發在下車之後 其實腿部狀態是很僵硬的 所以跑起來其實腳真的覺得很沉重 然後跑不太動 但想辦法在前面就是跑出轉換區這一塊 我就想辦法去調整我的呼吸 然後去抓一下現在肌肉的這個感覺 那想辦法放鬆一下 轉換區的時間我們花了大概是2分34秒左右 所以相對於前面的游泳到腳踏車 其實我們縮短了很多時間 那接下來就進到最後的路跑賽段 那路跑賽段距離是10公里 所以我們就直接往路跑賽段前進吧 Let's go 加油加油加油 我現在 我現在出發穩一點不然 我怕我沒有爆掉 我剛騎腳踏車也是快抽筋了 天啊 還有10公里 現在已經2公里了 目前前兩公里都是配在4分50幾 可是我腳快爆掉了好痠啊 有點沒力腳抬不起來 步幅超小 還在適應當中 目前到這配速如果可以到終點 應該是2小時50幾分 快3小時257258左右 希望可以達成啊 對 FPA 超準 被沙徹 就是 過程 第五K 第五K 四分四十五 第五K 加油 好帥 還轉一圈 不是我轉不過去啊 我剛剛拿不到 我不是故意轉身的 他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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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